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又来试试看另外一款网友推荐的一个试玩版游戏啊 名字叫做中文好像叫富士法地牢啊 是一个自动卷轴的一个肉割游戏 虽然是试玩版啊 但是呢阿嘎觉得它内容量算是蛮足够的 算是一个诚意满满的一个demo啊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试玩版都有些什么内容吧 然后我们首先呢看到这个选择角色的部分啊 它一共有四个角色分别有不同的属性 一个是冰属性电属性火属性和这个同样也是火属性 然后好像都是有一些动物啊 有一些是人类 那阿嘎一开始就先选上这个 我选择这个嘎嘎叫角色好了 因为它名字好像比较适合阿嘎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在它游戏介绍了那里面啊 说就是它说你是一个死灵法师鹅 那应该就是这一只了吧 那我也不知道它是鸭还是鹅 那我感觉它就是真正的主角了 所以我就先选上它 然后上面这里呢 这一个每一个角色都可以选择不同的魔匠 然后一个角色可以选择两个 那这里我就选上一个是火蜘蛛和这个蓝色火焰好了 这样子选吧 然后下方呢 我们出发之前啊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些道具这样吧 一些物品 然后阿嘎暂时就解锁了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带上这个特斯拉盾牌吧 它好像是加那个电极电极伤害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解锁了这个 那我们就选上这些出发吧 然后另外我还看到就是在这个天赋这里啊 哦它原来它的那个天赋就是它的技能还蛮多的嘛 然后构成了一个技能数 然后我看它这样子白发啊 好像未来我估计还有野心就是会再有更多的一些技能加进去 可能正式版里面 那不过我也就拆拆而已 然后暂时来说阿嘎用过的技能不多啊 那我们试试看在游戏里面还能不能够再解锁更多的技能 这样子 而且我还看到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合作的选项 然后好像是可以有一个本地的合作模式 但是阿嘎呢就没有机会尝试到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网友啊 可以网上下载免费的 然后下载试玩版来试试看也可以 那我们角色魔杖还有这个物品都选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来打打看好了 然后一进来游戏画面里面是一个横板的卷轴的一个一个一个肉个游戏啊 然后他好像只要往前走 然后就会画面就会往前推进是吧 这是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往后咯 然后我记得我前面就选 选了一些不同的武器啊 我现在好像左右键是不同的效果 可以然后就可以有有我们的三选一的选项了 然后好像都是都是什么东西呢 加这个抗性 还有升级的时候加那个血量 然后他有一个后续的升级的哦 但是呢 阿嘎其实全部都不知道他们是后续是升级什么 然后这里好像也可以选的 哦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提升哪一个方面 有力量敏捷还有这个智力 那我做一个魔法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先提升我的智力呢 然后这边是加血量还有接触伤害 那我们好像都是远程的嘛 然后这边加那个冲刺冷却和移动速度 那我就先加这个智力吧 然后好像是这些点数跟那个技能是分开来算的 那我一开始肯定要加攻击啊 不可能就一开始就加加那些什么抗性的对吧 然后格挡时候加加血量 我不玩格挡 哈哈升級時候灰 回血這個可以回血 嗯那我就選選回血好了 然後我想說看看有沒有一個 一個就是切換 切換魔將啊之類的 1234這種啊 普普攻特殊攻擊 哦按按R和F 然後就會切換我的武器啊 不是按這個就可以換武器了 慢著還要看看 這個空格衝刺 ok好那我記下來了 那我先先別打我 換了一個武器換了一個火的武器了是吧 哪一個比較好用啊 其實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就是兩個兩個武器裡面 我也就只能用其中一個 哎來我們來偷東西了 我能夠從你的臉上看出來 你是一個誠實 而且尊重我財產的人 是嗎 那取決於他這些東西好不好用 加冰屬性的我不要 然後這個加攻擊速度好像可以哦 還有加那個無屬性抗性 那我選擇這一個好了 那我就偷了吧 我知道這些東西很漂亮 但你不必這樣做 哎那是不是可以多偷幾個啊 然後他這裡加了那個敵方速度 還有加了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我來那沒辦法了 那我要偷一下了 我想換換武器 好像還是前面第一個武器比較好用 初始的武器是吧 嘿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 敵人身上會有一個 就他紅了嗎 紅了就是 怎麼說呢 他在那個紅 然後從頭到尾 然後我就可以把他打死了 然後這裡有技能啊 火屬性傷害可以讓敵人燃燒 造成相當於 前者40%的傷害 那我就先選這一個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火屬性的嗎 我們今天這個鴨子 不是我們這個鵝 死靈法師鵝對吧 哦我是不是要蓄力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他們怎麼那麼久都還沒死啊 我多用這個蓄力打一打 哎這什麼東西 哦他還會跑哦 然後這裡有 我們繼續都選那個火屬性的吧 然後這邊點燃的敵人會散發火焰 會蔓延開去 好像也不錯 然後不要被他們當場抓住 呵呵什麼意思呢 哎這邊有隻手 然後什麼龍尾 那我就來祈禱 是不是左右選一個啊 還是兩個都可以啊 那我肯定選左邊啊 然後有時候高興的時候他還會扭動 然後我選了一個龍尾啊 攻擊的時候從你的 翹臀裡面 噴出山臀火焰 聽著就疼了 哈哈哈哈 造成火焰傷害 還有冷卻時間 然後還會給你加一些移動速度 先選這個 嘿 我是拿了嗎 那我是不是就就該走了 因為我我很久以前打開過一下下 但是我沒有仔細去 去去玩過 所以其實也是跟第一次玩差不多 我前面就進來了一下下 哎呦我 我怎麼發動我的 哎呦我的屁股已經在噴火了 我這種很疼很疼的技能 蓄力 然後這種這種線條好像就是他們的 那個攻擊軌道是吧 我好像離他們太遠了 我在水上面走路會變慢 我們密集一點吧 哦我我可以就是走在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么扶平 那個葉子上面 然後就速度就不會減慢 好把它打掛了 哎這東西會減速 然後又有一些技能了 一個是加那個經驗值獲取的 一個是就是升級的時候 會做出這個衝擊波 還有一個就是血量低50%的時候 會加那個移動速度 還有一些 攻擊速度等等之類 然後要不要選這個呢 他看起來這一個是火屬性的 那我多選火屬性的吧 今天 這裡有個天賦數 然後我加了蠻多那個 那個那個屬就是 就是那個魔法傷害 地板上好像有陷阱 但是又好像沒有發送過 這邊好像有東西加了幸運 來了又來偷東西了 然後前面他有沒有增加他的速度 我不管了反正我都偷了好了 然後這邊可以加那個 火屬性傷害和抗性 拿 然後這個加重量 加重量會影響我 擊退效果的抵抗能力 還有加攻擊速度 拿 然後這裡加物品質量 拿 好 然後現在會加強了對方的那個攻擊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然後這邊有 這什麼東西火屬性電屬性 什麼意思啊 血量低於50%的時候會加100%的衝刺 就是輸那個速度 還有就是燃燒可以疊加 那我肯定選這個對吧 那我要不要加一下我的移動速度啊 因為好像太慢了 那我選這個好了 然後他應該是兩個屬性的一個一個技能是吧 是不是走路速度馬上上來了 有沒有感覺變強了 哦我看到右上角那個拿金 拿金幣的話就就可以就是 就有一個進度條 那該不會就是站前就是用來升級的吧 不行不行那個距離不夠 不用普攻 好啦搞定 加了敏捷 然後這邊又有了 有這個火屬性的龍爪 還有電屬性 那我還是選這個龍爪吧 然後每一次你擊敗一個敵人 就獲得0.5%的生命偷取 還有5.5%的移動速度 可以疊加5成 好像也不錯 然後加什麼接觸傷害 接觸傷害就是 我接觸到敵人的時候會造成傷害 然後那我選這個 好 ok 然後這個他就他就夾住了 就是我拿不到了 我不想說這是我用腳趾甲做出來的 好吧 其實他人還挺好的嘛 我總是偷他東西 然後他都還是送我東西 哎又有了又升級了 龍之速度 一個是加移動速度 還有加衝刺傷害 哎對我這遊戲還可以衝刺的哦 我前面完全把這事情忘記了 還有這個勇敢的小鳥 然後加這個力量 或者是加那個 還有就是加那個接觸傷害 兩個都好 兩個都好怎麼辦呢 勇敢的小鳥 還有龍之速度 這個聽起來比較猛 哈哈 那我選這個好了 對了我可以 我可以衝刺的 我忘記了 感覺好多了 馬上變猛 哎靠 人嘛就是不能不能大意 哈哈 人就是不能太囂張 我怎麼感覺我 我衝刺了還受傷變多了 這不是我亂衝亂撞的關的關係啊 地板上面那些東西就是有時候會有一個紅色的閃一下 我在想他是 地刺了還是什麼東西在這樣 應該是我前面偷了太多東西了 現在都都在掉那個流星雨 我估計就是前面前面不是說有一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應該就是這個流星雨的意思 請勿偷竊 哈哈哈哈 偷還是不偷 加速度 來吧看看我看看我在想偷不偷 一個是加無屬性抗性加光屬性傷害 這個加衝刺傷害還有冰屬性傷害 那就 那要不就這樣吧 哈哈 反正反正都偷了 偷多偷少都是偷對不對 這好像好像這樣講好像不太對哦 教壞教 教壞大家哈哈 遊戲以外啊千萬不要偷東西啊 遊戲裡面 就就算了吧 哎哇哇哇敵人那麼多 我好像有點後悔了 我是不是做錯了 哎有可又可以升級了 升級那我加個 加繼續加加攻擊力 我就是攻擊力太不夠了 攻擊力不夠才被他們堆著打對吧 如果我們可以 如果可以快一點把他們秒殺掉的話 那我就不至於那麼慘了 哎我看到 啊我的角色那個紅了 紅了就是快 就是有點危險了 哎好了好了好像會慢慢退去 就是我受的傷會慢慢退掉 我突然又又又又又嚴重起來 我的傷 我的傷是嚴重了 然後這裡加各種的抗性 各種的抗性 我要不要拿這個呢 好像也好就是不要被敵人打的那麼慘嗎 喂什麼東西 快了他快掛了 是不是我升級之後會會回回蠻血的 好像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哇這麼大 怎麼怎麼躲 有啦又有好東西啦看看啊 大巫妖的勒古龍 還有就是冷靜守護者 這個看起來好像比較猛一點 暗屬性的受到傷害 或者隔擋一次傷害的時候召喚三個骷髏 還有加血量 血量還有加那個無屬性的抗性 但是會減低我的敏捷 這樣子啊 好不好呢 那這個看起來就比較好用嘛 哈哈哈哈 然後每當一個 敵人進身就獲得6%的攻擊速度 最加最多加五成 這樣啊 選這個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帥 就沒什麼沒什麼理由 純粹就是覺得他比較帥 哎我的骷髏召喚出來了 這骷髏是我用我的肋骨做出來的 既然是用我的肋骨做出來 我覺得我就叫他們做下娃吧 哎我的肋骨勒 喂喂喂要死這一隻 上啊肋骨門 好像有時候可以對他們做 造成一個碰撞傷害 就是我碰撞上去 好像也不一定不好 對吧 敵人好多好忙啊 然後這裡有龍之饑餓 然後就有一個吸血的效果 巴 雞巴雞人好吃 還好他不是反過來念 又時候又來了 時機又到了 來 一個是加各種的抗性 還有電傷害 還有就是加那個衝刺傷害 這是不是已經到頂的意思啊 那應該沒差吧 既然如此 我為你建造了整個地牢 再往前一點 你就會發現好多好東西等你 等著你拿單次你就是飛的 現在拿是吧 哇 好像越來越 越來越熱鬧了嗎 好忙啊 感覺好忙啊 好危險啊 快點吧 他他再再不掛就我掛了 我想要按我的攻擊快一點 其實 哎有隻大的 哎召喚骷髏 就我前面選的那個暗屬性的 那這些我不選 那我就選這個吧 擊敗敵人的時候 有概率召喚骷髏 最多5隻 好吧 就有時候就 不自覺的就跑去打自己 打自己的骷髏 就眼角 瞄到那邊有東西 然後就很自然的跑去打他嗎 那蛇好像還會放飛劍 嘿好了把他打死了 有沒有什麼獎勵一下我啊 滿大街都是都是那些 骷髏 然後左邊是血血 右邊是火焰劍 那我就選火焰劍吧 我今天就無腦選那個火屬性好了 哈哈 普通武器升級什麼加0.2啊 每3.9秒一把燃燒的劍 在你周圍少過 造成90的火屬性傷害 還有減低你的血量恢復 我現在應該是 4每秒 然後他減低了就剩2點血每秒了 但是呢他會給我加了一點點的吸血 好那我就選這個吧 哎我已經選了 好吧哈哈 就我只要走進了 然後他就自動選了 好像我的衝刺還沒有升級過 是吧 這遊戲裡面好多技能 其實往什麼方向都無所謂 就算就算像我今天 我選的這個角色是火屬性 其實玩其他 玩其他屬性也也ok 哎有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每4秒對最近的敵人 進行一個灰砍是無屬性的 造成接觸傷害的65% 無屬性傷害 還有這一邊每增加力量 就這一邊是吧 我力量比 我力量有30 原來召喚物就獲得5滴的血量 那我想要拿 我比較想要拿這個 我覺得我好像變強了 因為我的血量沒有那麼長 就是沒有總是那個殘血 狀態那麼強 那就是我變強了 還蠻上頭的打著打著好像有走了蠻遠 有敵人 那我先來偷東西 應該也是無所謂的吧 加重量 拿 加冰屬性抗性 啊抗性 還有光屬性傷害 拿 還有這個東西是 哇什麼鬼啊 那麼強的嗎 加物品之量 加衝刺加魔杖 傷害加攻擊速度 哎什麼都加好啊 好啊 拿 什麼都無腦了啊 可能最後會搞死自己 他要掛掉沒有啊 哎好像掛了我 哎好忙哦 一個是 一個任務 以灰砍擊中50個燃燒的敵人 然後有個獎勵 你的灰砍造成火焰傷害 的傷害會增加 然後火屬性的 然後這邊是勇敢的小鳥 然後加那個接觸傷害 然後也有一個後續升級 哎呀 額身治療哦有治療哦 那我選這個好了 說不定後面就 後面就可以給我回血 就後面可以回血的話 我就不用那麼怕死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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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靠 然後這樣子死掉了 然後這些東西 我們結束了遊戲之後 好像有一個 可以賣掉的一個選項 啊不是 是買下來的選項 不是賣掉選項 然後每一局遊戲的 我們好像都會在裡面 賺了一些些錢啊 然後我們前面打下一些道具嘛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買下來 然後留到下一局 可以再重新選擇 來帶帶著上路來用 然後我來看看啊 我270多 其實我也就只能選其中一樣 但是我發現這邊有特別優惠哦 哎有迪斯看 有迪斯看 我們就來看看啊 有一個大的不想 不像話的巨劍 然後可以就可以用出這個 三連斬 每一隻揮擊 造成一些 無屬性的傷害 特殊機是投擲 他是不是武器來的啊 他有點像武器啊 然後另外這邊 槍彈地牢之槍 哎 好像有點什麼彩蛋哦 是吧 然後下面寫著等等 這一點也不像魔法 一定是從哪裡的槍彈地牢拿錯了 我討厭這個愛槍如命的鄰居了 好吧 那我就買下這一個 槍彈地牢之槍吧 哎買 ok 然後就好像沒錢 剩下70多 那我們就 好吧 那就關閉報告好了 然後我們 我一堆錢 然後為什麼他吸走了我一堆錢 是不是因為我買了東西啊 啊對 然後他的解 解鎖一把武器在這裡了 但是下面的物品好像 還是比較缺 我前面應該買物品了 其實那我出門就可以帶兩個了 那沒關係 我們在後面打著打著 慢慢解鎖啊 然後我是覺得這遊戲好像蠻好玩 我估計啊 後面每開一局 應該都會有一種 就是不同的感覺 就打起來都會有點不同 因為他的屬性啊 天賦啊 武器啊 之類的都特別多 應該變化還蠻多的 就是很有那個肉割遊戲的感覺 那不知道玩家們覺得怎麼樣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忙點贊啊 或者是留言告訴阿嘎 有什麼想法 然後後面可能阿嘎 還會多玩玩不同類型的遊戲啊 然後 哪一款會玩的比較多 也很大程度就取別於 玩家們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 那歡迎留言告訴我啊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他真的好玩 那就多玩幾把這樣子 那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謝謝大家 拜拜